我们昨天报导大高雄市长选举 爆发了第一起疑似走路工的案件 由一名工厂的厂长带着员工 参加候选人的造势活动 然后发给每个人500块钱的加班费 被检察官认为涉嫌会选 虽然地检署并没有说明是哪一位候选人 但是国民党候选人黄昭顺 直接点名杨秋新 要他不要躲在幕后 而杨秋新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非常感谢很多民众帮他动员 但是这一次发放走路工的事情 跟他完全没有关系 大高雄市长选举首度查获一次会选案件 高雄县某家食品工厂动员员工 参与某位候选人竞选总部成立晚会 部分参与者坦承有收到主管发放的500元 因此被检察官认定涉及会选 由于案发的时间地点 都指向五党籍候选人杨秋新 黄昭顺认为企业只是戴罪羔羊 我们不希望这只是一个戴罪羔羊 我们认为必须要把后面的候选人 直接就是要找出来 请杨秋新不要再跟后 黄委员所指示的走路工事件 跟杨秋新 跟整个竞选团队完全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也绝对不知情 杨秋新亲自主持记者会 澄清自己和走路工没有关系 他也重提上次高雄市长选举 黄俊英被走路工传闻抹黑的事件 希望选民不要被这些讯息混淆 而陈菊则认为这是其他候选人的事情 他没有评论 疑似走路工的案件引起波澜 黄州顺看杨秋新大动作攻防 陈菊则是低调以对 距离投票日只有24天 每位候选人都小心翼翼 希望选情不要受到影响 记者中班陈显婚高雄报道